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取得重大进展。 未来将在其Five 21晶圆厂第一阶段开始大规模生产4nm和5nm晶片, 并将在2030年前建设更多实施。 这将显著提高其生产能力和全球影响力。 然而,据报道,台积电在美国、日本和德国建设晶圆厂引发了对台湾产业外欠的担忧。 在亚利桑那州,台积电投资超过650亿美元,建设其Five 21晶圆厂的三个阶段。 根据美国晶片和科学法案,美国政府已承诺向台积电提供116亿美元的财政援助, 其中包括66亿美元的赠款和高达50亿美元的贷款。 美国凤凰城的施工现场一片繁忙,每天有大约8000名工人在现场,有时甚至达到12000人的高峰。 据报道,员工队伍非常多元化,吸引了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才, 因此需要高度重视团队内部的协作和文化尊重。 随着台积电员工在凤凰城定居,他们正在形成新的社区集群, 这位当地企业家创造了商机,导致该地区出现了华人超市和餐馆。 当地经济正受益于台积电员工及其家属的涌入。 随着台积电在德国、日本和美国等海外地区扩张取得成功, 业内担心这可能会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产生影响, 因为该公司是台湾的旗舰制造商之一。 不过,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邦尼克雷瑞尔等专家指出, 即使台积电全面投产,其海外工厂也只占该公司全球产能的不到10%。 台湾的科技行业总体上非常有韧性。 一方面,台湾科技企业在继续谋求本土发展。 最近有关台积电在台湾新建晶圆厂的报道也凸显了这一事实。 另一方面,台湾公司也在努力实现全球扩张。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努力强调了其致力于保持强大的全球影响力, 同时继续从台湾基地推动技术进步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今年股东会后回应媒体提问时指出, 先前台积电三年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去年已真正达成, 人工智慧AI是台积电前途一片美好, 谨慎考量资本支出与规划产能, 产能和市场需求息息相关, 至于是否会超过先前的规划, 则希望投资人拭目以待。 随着需求强劲,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又将冲高。 业界传出,因持续加码2奈米等最先进制程相关研发, 加上2奈米后续需求超乎预期强劲, 产能将导入南科。 台积电2025年资本支出渴望达320亿美元至360亿美元区间, 为例年次高,年增12.5%至14.3%, 市场指出, 艾斯莫尔ASML与应用材料会是龙头厂资本支出拉升的赢家, 相关协力厂又往同步沾光。 台积电表示,不评论市场传闻, 重申有关资本支出和2奈米进展, 以4月法说会内容为主。 台积电4月法说会上强调, 资本支出和产能规划是基于长期的结构性市场需求。 2024年资本支出预计将介于280亿至320亿美元之间。 2奈米如期在2025年进入量产, 量产曲线预计与3奈米相似。 法人预期,台积2025年资本支出恢复小幅年增, 估计不影响基配息拉升, 因台积3奈米,5奈米先进支撑领先, 带来充沛现金流。 资本密集度可维持不过度冲高, 有利机配息逐步拉升。 最快2025年, 现金股息24元起跳, 后续仍有成长空间。 半导体业评论家陆幸之发文表示, 又不小心猜中了。 他强调, 只要2025资本开支维持在35%至40%的营收, 都是好事, 不会影响年增配息。 目前, 他预估明年资本开支落在346亿至395亿美元区间。 此前, 有市场观察人士认为, 在第一季度销售好于预期之后, 台积电有可能上调今年的营收和资本支出预期, 这证明人工智慧推动的强劲增长将持续下去。 与此同时, 投资银行瑞银集团UBS的最新报告称,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2025年的资本支出将增至370亿美元。 瑞银补充说, 由于台积电采取积极措施, 提前部署2奈米晶片技术, 该公司2024年的支出可能达到其指导值的上限, 即320亿美元。 瑞银认为, 苹果公司对下一代iPhone及其3奈米产品的强劲需求, 将使台积电在今年第三季度实现13%的年收入增长。 从细节来看, 瑞银对人工智慧, 对半导体周期的影响相当乐观。 晶电行业具有很强的周期性, 制造商会根据订单预测来决定产能。 而企业要么达不到需求, 要么满足或超过需求。 在AMD和英特尔等公司完成产品升级后, 台积电等晶圆厂会喘口气, 等待下一代技术的出现。 瑞银认为, 该公司的N3和N5技术, 涵盖3奈米和5奈米制程技术, 将在2024年下半年继续保持强劲需求。 台积电每股收益的增长, 还将受到其现有制造技术强劲需求的推动。 除了苹果公司通常在9月份推出的 新一代智慧型手机阵容外, 高通公司和联发科公司也将获得部分订单。 Apple Intelligence手机的潜在强劲需求也可能意味着, 台积电的300米产能在2024年和2025年仍将捉襟见肘。 与其他晶片公司一样, 台积电在经历了大流行结束长达一年的紧缩后, 其营收也出现了飙升。 人工智慧订单, 尤其是惠达公司的订单帮助了该公司, 其美国存托凭证ADR纪念基金已上涨了71%。 瑞银认为, 得益于人工智慧, 台积电2024年至2028年的每股收益将分别达到40.14新台币, 53.27新台币, 60.75新台币, 69.5新台币和80.23新台币。 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也将帮助台积电提高毛利率, 该公司还在加强封装能力。 随其数据显示, 到今年年底, 台积电的CoOS封装产能将达到每月4万片, 到2024年底, 明明年底将增至每月5.5万片。 近期业界还传出, 台积电2奈米客户群需求超乎预期强劲, 相关扩充产能规划也传将导入南科, 以制程升级挪出空间。 台积电持续推进2奈米在2025年量产的目标, 先前2奈米的宝山第一厂在2024年4月设备进击, 后续宝山第二厂也维持进度, 高雄厂规划2奈米扩充, 预定相关设备最快2025年第三季进击, 若南科也加入生产, 应从2025年底至2026年接续量产扩充。 瑞银报告还指出,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主要由其对2奈米晶片生产的投资所驱动, 虽然台积电计划明年开始2奈米量产, 但估计该公司在设备部署方面已提前完成计划。 此前有传言称, 台积电可能会将2奈米晶片的生产扩大到台湾各地的工厂。 除了苹果先前率先包下台积电2奈米首批产能, 非凭应用客户也因AI蓬勃发展而积极规划采用。 一届传出, 台积电2奈米产能建制估计全台, 包含竹科宝山、可盖4期、高雄2期、 兰科相关规划若成真, 估将有助2奈米家族冲刺达至少878个厂的产能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用户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